障碍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就是对这个 诸法设想不了解 总以为眼前这个样样是真的 西方极乐世界只听说 没见到 还有怀疑 这个就需要尽教来帮助 今天帮助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 好啊 大剑 夏连举老举丝会记 结黄念族 我们在一起学习 这个将学习的心得了分享 我们称他做演绎 这些呢 都是帮助我们认识基罗世界 认识阿弥陀佛 也认识了 苏普世界 我们 对这个法门 对这个一项专念的方法 相信了 神一心不一了 一心多年了 确定求生净土 其他想学的全放下 到极乐世界再学 喜欢的东西都不要紧 暂时放下 先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有的是世界 有好老师 有好同学 同学当中 有专门修学这个法门 修新性的 修法相的 修维时的 有专门的老师 我们才有能力找得到 学什么都不妨碍 寿命长 不像这个地方 寿命有限 因有限的这个寿命 学无限的佛法 怎么可能成就 没法子成就 只有到极乐世界 首先取得 第一德 尽宗第一德 就是无量寿 寿命长久 那你觉得 有的是修学的世界 有何况在极乐世界 那就跟上学一样 天天在扩膛 时时在学习 正经经 它没有中断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夜晚 因为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 它不需要依靠日月 我们这个地球 要依靠太阳 没太阳就不行了 地球的自转 就形成了日月 白天晚上 白天工作 晚上休息 极乐世界没有晚上 所以那个精进 是不间断的 极乐世界 人不需要饮食 我们吃饭 也中断了 他不需要饮食 进那个学校 就休息 毕业就成佛 成佛才离开极乐世界 我们想想 到什么地方 能找到这么好的 学学环境 好老师 我们修学所需要的条件 那个地方是圆满 一样都不去 回想到这个地方 修学多么辛苦 我们想一个清净环境 找不到 我们想修学的资料 也找不到 指导的老师 也找不到 同餐道友 也找不到 真苦啊 今天世尊 菩萨 祖师大德 告诉我们 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 这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 就怕你自己不肯去 你真肯去的话 人人都能够 神基罗世界 人人都能够 亲近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我们看成一家人 阿弥陀佛知道 我们是一体 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护 对我们的关怀 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一点疑惑 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 完全放心 你就依靠他 对了 依靠他 肯定成就 请不吝点赞